大蒜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种非常熟悉的食材,尤其是对家庭主妇来说,大蒜在许多料理的制作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,但是也因为大蒜过于浓郁的气味,导致它不是很招人的待见。 但其实大蒜有着非常多的功效,尤其是白酒泡了大蒜之后,还会产生一些神奇的作用。 一、预防癌症,癌症对于人类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存在。 虽然现在的医疗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,很多的癌症都能够被拒绿,但是仍然有一些癌症是被列入了绝症范围的。 而白酒泡大蒜对于癌症的防治有着很好的功效,用白酒泡大蒜至少就泡六个月以上,而且泡得越久它的功效越强大。 不过我们的食用部分并不是大蒜,而是泡了大蒜之后的白酒。 经过长时间的浸泡之后大蒜中的一些物质会和酒精发生化学反应,形成一种新的物质,而这种物质能够有效地控制血小板的凝结,对于防癌有着积极的作用。 二,排除废物,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头或脑胀,甚至手脚麻木的现象,这个时候日常地吃一些白酒泡酸,就能够有效地缓解这一症状。 大蒜有着清理肠道的功能,它能够吸食血液的浓度,降低人体中胆固醇的含量,能够有效地防止动脉血管的硬化。 那些泡过大蒜的白酒有扩张血管的功能,可以使血液中的一些残渣流畅的排除体外,不至于附着在血管壁上。 这也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。 三,心脑血管疾病,对老年人来说与他们最密切相关的病症,就是心脑血管类的疾病了。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,身体的各个机能都开始弱化,血管的活力也开始降低,所以就很容易在血管中形成一些血栓,导致疾病。 白酒泡大蒜就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些疾病的发生,它能够帮人疏通血管,还可以防止高血压等疾病。 四,水位养生,白酒泡蒜除了可以服用之外,其实外敷也能够对身体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。 不过,这一过程的操作难度相对来说比较高,需要专业人员才能够做好。 我们可以把白酒泡蒜的水涂抹在人体的血位上,这个时候白酒会通过皮肤刺激到血位,达到的效果跟血位按摩是一样的,能够有效地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。 不过这个操作起来会比较复杂,所以可能并不是适用于每一个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